我们第一次见面 小老公那儿子 我刚才叫的是谢霖老公 不是公公老公 这个一脸憨厚的男人 名字叫公剑 是个不折不扣的 暂时王老五 第一次相亲出手很过去 上来就请对方吃翡翠白玉糖 翡翠 白玉 这种菜很健康 女人看他这样 觉得他最多也就是个 忽然报复的土包子 对他不仅不来电 反而越想越来气 原来就在刚刚 女人穿着压箱顶的衣服 很正式地面对接下来的相亲 不料被一个没素质的司机 见了一身脏水 不仅如此 鞋跟也被卡住 搞得他狼狈不堪 而见了他一身水 司机正好是弓箭 女人一拳一拐的 来到约定的咖啡馆 正式开启了他离婚后的第一次相亲 而意想不到的是 这次相亲之后 女人却意外地抓住了 算是王老武功见的心 我会让你去 我会让你去 把草 疾风进草的草 疾风进草 你好像迟到了 是 是迟到了 我路上遇到一个特别没有素质的司机 见了我一身的脏水 一脚油门就跑了 害得我这鞋跟也断了 我能够走到这儿就已经 你是在收我吗 开的什么车啊 月夜说 老公是个敞亮人 二话不说就带着女人来商场满新衣服 别看她是个结过婚的女人 这婚奴多次的身材 把老公都看入迷了 于是老公 毫不犹豫地用现金付款 买下新衣服送给女人 购物结束后 草草很快就表达了 对这次相亲不是很买了 而原本自己也是为了给闺蜜面子 才决定要来相亲的 而老公也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说 自己也是迫于别人的压力 才来相亲的 说完之后 两人就死分到扬镳 不料等老公走后 草草又偷偷溜回商场 你好 你好 刚才买的这张鞋不是这边满意 我想给她退了 小票再去 好的 请稍等 小姐 把还您的现金 谢谢 而这一幕却恰好让返回的老公看到 而草草也只能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出商店 草草以为相亲过后就不会和老公再有交集 谁知下一秒就因为公司的业务需要再次联系 上次你介绍给我相亲的那个弓箭 真的是比较厉惨的 当然了 她一转眼睛 她一转眼睛就过去了 是个房子的一家 你怎么在讲说呀 我现在跟她闹那么僵 一马灰马好不好 我给你介绍的是男朋友 又不是让你去色诱去的 你看不上就看不上呗 哎呀 你还用我打 你 你等会儿 于是草草只能硬着头皮给老公打电话 约她见面吃饭 老公被草草突然的态度 好样的 就这么干 于是在约定的时间 开车接上了草草 对我就这么多 说完以后 也绝对你不太公平 就先吃个饭呗 行吗 行 都这么说了 这么有成 吃呗 敢吃去 都行 只要不喝羊汤就行 吃完饭 老公送草草回家 柳方诚 哪 柳方诚 都去解决同一个小区 经过两次的结束 老公对这个泼辣更善意的女人 有那些兴趣 请给我倒 忍不住出云试探 住几层啊 草草有些迷茫 一时搞不清楚 干嘛呀 老公想有怕什么 你想上去坐啊 你想请我找你坐吗 我没这个想法 我也没这个想法 回到家中的草草 从窗户中发现老公的车还在楼下 直居告诉他 楼下的男人对他有想法 于是草草在喝了酒的状态下 大胆地去车里找老公 你怎么还没走啊 我看血了 你怎么又下来了 因为我看你还没走啊 为了让场面更尴尬 草草主动邀请老公 为了今年的丁少许 可以喝点 是应该喝点 还借我开车 可以找代价啊 或者把车停着 让我住哪儿吧 你是在勾引我吗 你是在邀请我吗 我就不信你那么没定名 那要看什么事啊 比如呢 比如现在 两人在这种暧昧的对话中 内心的欲望不断生疼 只要是广者 是广灯的对话中 还是明天然得到 广灯的对话中 是广灯的对话中 就是广灯的对话中 是广灯的对话中 是广灯的对话中 老公抛去经纸 主动出击 两人拥吻在一起 正在两人激情缠绵的时刻 保安上前让老公把车开走 不要挡路 草草从激情中猛然惊醒 打开车门夺路而逃 老公只能一脸无奈地坐在车里哭笑 回到家中的草草 还沉浸在刚才的激情中 这样的激情 又让他再次尝到久违的幸福 晚上下班的草草 被小区空地上的雪人吸引 同心未敏的草草 就这样与出来溜湾的老公 再次不期而遇 你怎么在这 你怎么在这啊 你是来找我的吗 明明你是来找我 我找你干嘛 你又不住这 曹操以为老公是专门来找他的 于是主动提起昨天晚上的事情 昨天晚上 刚刚晚上雪凌达 昨晚我喝得有点多 我可他记得了 刚晚我没喝 忘了喝一杯 昨晚我没喝 昨晚我没喝 忘了喝一杯 那有什么呀 你都是陈年人 二十年人 二十年人 每次需要 你看着你还在睡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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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眼被老公凶缠 曹操主动提出 约会三招 我可以给你打电话 我可以给你打电话 打好 然后我们事先都有个约定 不想谁也别干涉及的事 你认为不公开 不谈会不论假 双方自主自愿的游戏 还有 无常 这天老公在公司召开高层会议 表达了对柳方城物业保安的不满 并表示要亲临现场指导工作 他们清楚自己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既然穿上制服 肩上就有责任 而且还居中土 这就很让人失望了 这是我的责任 韩教律 你帮我找一套保安符 让保安队所有成员 到小区广场进行 昨天 老公就在小区的广场上 开始对保安进行集训 停 你中度吧 牛排都不不懂 左脚右脚啊 不知道 左脚右脚都不知道 你当保安 左脚 首先 我自至 takiej 另一个竖度 左脚 打半方式 看我最绵的示范 켠 右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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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脚 回来 右脚 左脚 右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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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脚 这一个向右转 却差点把草草下巴惊掉 老公怎么成了小区的保安队长呢 真是备好地产的 东西仙九百八十元 请问是刷卡还是现金 现金嘛 姐夫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邓曹曹说在小区里边看见你了 还说你是保安 还说你跟人家一起出什么仓 我也看见他了 我在整顿物业的事 训保安呢 他看见我掉头就走了 怎么了 那他是误会你了 我误会什么呀 误会你是保安呢 他当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记得情绪特别激动 都快哭了 我误会我是保安 就快哭了 当然了 我当时介绍的时候 说你是北澳集团的执行总裁 保安还不哭 明白了 明白了 我要是北澳集团的董事长啊 他是不是就该笑我了 你别这么说曹操啊 曹操可不是那边人 姐夫 你跟我说实话 你们俩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 没到哪一步 就是吃了几次饭 吃了几次饭 那这么说还是有发展过境界的哈 不知道 顺其自然安眉这事 行 等哪天我见着曹操 好好跟她解释解释 你别跟她解释 我觉得她误会我是保安这事 挺好玩的 真是一保安 她能看上我 我觉得这还有点意思 这天曹操为了公司业务开拓 来参加一个高端的酒会 恰巧老公也是此次参会的嘉宾 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 是 好好好 你来了 谢谢 你们俩 好 再见 而美艳动人的草草 引起了一个老色棍的注意 小王先生 这位漂亮的女士是谁 你介绍一下 我的天主 这是我的名字 老色棍假计业务咨询的名义 打算约草草到丹间祥谈 而此时 老公恰巧看到了草草 您看 您年轻有为 长得有多漂亮 在律所里做个助理 这未免太浪费了 我田某是个怜香惜玉的人 你放心 我不会亏待你 你放尊重一点 邓小姐 邓小姐 你想干什么 放手 你不放手喊人了 喊什么人呢 这里就咱俩人 放手 还有一个 你干什么呢 我是主管 我到这卫生间看个马桶 有没有 排风好合适 二位有什么需要我帮忙 不用了 在酒会上碰壁的三个人 一会儿 你给这个电话打电话 来 来 就是给那个先生打电话 让他来接 对吧 喂 你好 您是龚先生吗 是 对 哪位 您有一个朋友 您有一个朋友在我们酒吧喝多了 您方便来接一下吗 有一个朋友在酒吧喝多了 什么样的朋友 是一位姓邓的女士 老婆 走了 来 起来 回家了 起来 来 你谁呀 你谁呀 你呀 是我 回家了 将草草送回家的老公 刚安顿好草草 无意中发现 草草一直在寻找被拐卖的儿子 老公想起自己的老战友是负责打拐的 便想着能不能帮草草一把 喂 老李 是我 龚金 当然有事 你现在是否还在打拐班 有这么一事 女女的 五年前 把孩子丢了 孩子的名字叫 关小轩 男孩 2005年生 2008年10月 与东安市货车站丢失 啊 这样吧 回头 我把你电话发给他 你们联系一下 你费为心 谢谢你啊 老班长 好嘞 在老公和他老战友的帮助下 草草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儿子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 这些都是我的吗 都是你的 喜不喜欢 哇 哇 来 来 来 哇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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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吗 这是我吗 这是你小时候 妈妈带你在公园门口 还记得吗 找到儿子后 草草的生活越来越丰富 儿子和老公在他的生活里 占据的时间也越来越多 我 由于儿子从小被拐 在外面养成了一些坏习惯 于是草草便要求老公 帮他带儿子 同时纠正儿子的坏习惯 在老公的照顾下 草草儿子很快适应了现在的生活 身上的那些坏习惯也被完全地抛弃 老公也潜移默化地 在草草和草草儿子的生活中 在草草和草草儿子的生活中 随着老公和草草和草草感情的升温 老公决定让草草和草草一女朋友的身份 您接一下她吗 我找你 我要请你帮我 陪我去见一种妈 我 陪你去见你妈 你想让我假装你女朋友 你让你生活助理去不就行了吗 我让她去 我怕脱不了身 那我去就脱得了身 你别问你啊 你不跟我一样我不想结婚 那万一我又赖上你们呢 不能够 而此时 老公的母亲正被她的美女助理拉着逛街 老太太对年轻漂亮的助理是满心喜欢 决定要撮合老公和助理 让他们两个在一起 我平时想找人孝敬 还找不到机会呢 怎么回事啊 您可能不知道 我是一个孤儿 从小呢 我就渴望能够自己的妈妈一块逛街 让她教训喜欢的东西 但是一直都没机会 见到您吧 我就觉得 好像见到自己家里人一样 就不自觉地说了出来 这呀 就是缘分啊 你说吧 我头一回见你的时候 我这心里呀 也可喜欢了 你看这么行不行啊 我呀 给你当干妈 你给我做干女儿 等你好 做个伴儿啊 您说真的 行都行啊 当然行了 那就太好了 今天呢 我就带你去买 进门礼 干妈送你 走 在老太太见过草草之后 她果然不满意 于是这天 老太太便直接来到草草办公室找她 小蛋哥 你有没有时间呢 我找你说几句话 我没想到啊 工剑 五年来 第一次带人来见我 见的 会是你 这给你拿着 是八万块钱 密码都在上面 这是我呀 做家政 一点点攒出来的 您给我钱干什么 说实话 我觉得你跟工剑在一起不合适 我也跟她说了 我不同意你们两个在一起 我也希望你能够理解理解我这个做母亲的心 以后啊 就别再跟她来往了 对了 你放心 这个事我不会告诉她的 好 得知老太太找过草草后 老公心知肚明 知道不会有好事 于是决定在草草下班后 拦住她要和她聊聊 你怎么这么要装脚大款啊 你挺好的 高富帅就占了两个 要这车也是你的 你就算要都骑了 外面多的是小姑娘喜欢 说不定到天你八十万人也愿意 我不喜欢这位小姑娘 我觉得你不错 这一把掌把老公打懵了 陷入草草 入里 老妈各种情感问题中的老公 本就疲于硬 没想到遭受家暴 再次离婚的前妻 这个时候也遇到了大妈 希望能和老公不婚 从而过上正常的生活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泥面真不容易啊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伤害莉莉 你怎么会伤害我自己的女儿呢 她可是我亲生的 你就放过我们行吗 你心心好好教教你们 我回美国 要不然的话 我把你的秘密全抖出来 让你身本命令 龚俊 我有事找你 我有事找你 坐吧 黑君 我刚才给六院打过电话 医院的亲子鉴定 显示我跟莉莉 没有学院关系 五年了 我从来不敢穿低龄衣服 就连夏天 我短袖都不敢穿 都是许与非达达 开始是我 后来 她连莉莉都大 我实在是走投无路的龚俊 所以 才让我跟莉莉妇女相认 然后再跟我复婚 这样你就有了依靠了 不全是这样的 龚俊 你以为我只是在利用你吗 不 我要想找一个人依靠 我找谁都行 我一直都忘不了你 我跟你分开的时候 我以为你给不了我幸福 可是我现在才发现 我们俩在一起的十年 是我最幸福的时候 我别说这些了 行吗 你不相信我说的话 这个时候 我听你说这些 已经变了味道了 为了能让老公和曹操兵士前嫌 闺蜜将两人约到KTV 借机制造机会 让老公和曹操复合 让老公的游战 有人来过 你多美啊 让人觉得这个 压力 腾本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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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人家安排得多好 啊 你把这些 人家够有诚意的吧 快快快快来 来来来我帮你 来来来 来走 来走 走走 谁知两个人心里待不及 谁也不肯先离头 说着说着 两个人又吵不及 请不吝点赞订阅 你别操心了 在走廊接电话的路 碰到了初来上卫生间的草草 在两个肆无忌惮 亲吻情侣的影响下 两人决定在敞开心非良悦 你听我说不因为喜欢吗 你打我也是因为喜欢 你能不能别这么自己为是 你能不能别再这么矜持 我没矜持 没矜持再来一次 你自己说再来一次 我说的不是耳朵 干吗 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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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吓 我吓 吓 吓 我以后今天有白忙活了呢 没想到你还挺能喝的 没想到你酒量也不错的 你说他们俩 为什么要自编自导这一出呢 他问我呢 我觉得他是想 巴结你 我觉得他不是想巴结我 他是想撮合我 为什么呢 可能他觉得我们俩挺般配 是吗 不是 那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 他就是想喝酒了 他就想找人一块喝酒 热闹热闹 看谁买的 我呀 多少钱 八百多 不能我意思呢 得你出四百 为什么我出四百 八百多四个人喝的 我出两百 凭什么让人拿钱 人替我们办事 没替我们办什么事了 你 也是 没替我们办什么事了 行 回头我再考虑考虑 回去吧 明天回去吧 想吐吗 你别吐着一路啊 拜拜 我这钥匙呢 没看见 我怎么会看见的 没跟你开玩笑 你钥匙没了我不知道 我没在你家住 你真不如装打 我装什么呀 小轩有吗 小轩有也不在家呀 给孙大薇打个电话 让他送过来不就行了吗 你打 我来打 towards the picture 孙大薇 还得麻烦你件事 邓草草 到家门口的钥匙找不着了 小轩有力吧 你看你能不能拿着 送给你 帮忙帮到几天啊 大概多少时间 好 一个小时 看那样你只能在这等我了 我先走了 你早起来就睡了 我一想吧 要到我的座 想梦 不想 我看你可怜 容易被冻成僵尸 我忘了你可怜 这么想 拨开乌云见明月 冰释前贤的两个人心肇不宣地回到老公的住所 你还像以前想的那样 而他不忽然讲 他不忽然 不忽然 我没有 放这时候那么潇洒了 你会没有 还怎么办 怎么办到底进去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刻的老公和草草终于了解了对方的心理所想 同时老公也坦然承认自己不是保安 而是北傲的老总 在草草和老公享受甜品的生活 随秘前老公也在为自己的爱情努力着 随着他发自肺腑的深情告白 终于在最后关头挽回了前夕 立文 立文 韩冰先生 希望你从今往后对立文真的好 首先 你的手机以后二十四小时不能关机 随时保证他能找到你 还有 立文喜欢在家里吃饭 他特别爱吃穿菜 可是他不会做 你得学着做 他就是半夜三更想吃 你也得起来给他做 立文爱漂亮 可是他不爱收拾 每周三 把衣服送去给他干洗 贴身的衣服 绝对不能拿洗衣机洗 必须拿手洗 还有 他脾气不好 他说什么 你不能回嘴 他就是动手 你也不能还手 他是刀子嘴豆腐心 啥事的 一天半天就过去了 最后 就是我们的儿子 孙大胜 你也必须对他好 你俩有空 多带他出去玩玩 咱们都是男人 说话算话 你要是有一条做不到 到时候别怪我 对你不客气 爸爸怎么 为什么要走 因为 你妈妈不要我们了 就要你 为什么不要我 这熊孩子 当然是爸爸迷我 幸福我不养你的 这是爸爸的好儿子 好 今天爸爸带你去 吃牛排 看电影 打电玩 对 我们也去滑雪 耶 刚才说的事 你都能做到吗 哎 儿子 我好像 听见你妈妈的说话呢 你还想再结婚吗 我跟谁啊 除了我你还敢跟谁 妈妈 请新郎新娘祝辞 今天非常感谢所有的亲朋好友 能够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原来我一直以为 只有找到一位十全十美的男人 才能给自己一段非常完美的婚姻 可是我今天才知道 其实一段完美的婚姻 并不要对方有多么优秀 而是不管对方有什么样的缺点 他都可以包容她 可以一生跟她相守 老公 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 包容我 守护我 所以我特别的高级 因为我的前妻又变回我的老婆 当然我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 感谢那些曾经雪中送贪的 当然也有挖坑的 我还要特别给未婚的朋友一个好的建议 你们有空 多参加一下朋友的婚礼 在现场感受一下幸福甜蜜 因为当你们感受到了 你们就会憧憬你们自己的幸福和甜蜜 在这样的场合 向你的另一半去求婚的话 成功率是非常高的 但真的朋友你们还等什么呢 来来来 投华球了啊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快来快来快来 这 干什么呢 你也去抢啊 对 抢来送人 我要扔了 一 二 三 有没有 喷 掉你 Кто 怎么跳的 一 二 三 来 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 是我亲爱的妹妹和妹夫 复婚的大喜日子 我特别高兴 可是我更高兴的 是我抢到了这花球 我希望很快 大家也能喝上我的喜酒 我更加希望呢 也是和我的前夫 我的前夫是一个温暖包容 勇敢的好男人 跟他在一起的十年 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其实心里很简单 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 过一辈子 我曾经找到了 却没有好好珍惜 失去了才后悔 不过现在 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了 这一点 我已经很知足了 所以今天 我要把这抢来的幸福 很不容易得来的幸福 送给他 祝他和他的爱人 永远幸福 共建 借花 来 借好了 借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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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想跟你说 我要离开北遥了 为什么 有你在 我相信北遥会越来越好 那地方已经不需要我了 我准备开一家陶医店 好啊 我争取做你的第一个客人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去找邓曹操了 当然可以 再轮到我 才轮到我啊 有说什么 轮到你这儿 只有仨字 嫁着我 就只有花啊 当然不是 还有借责 那也需要我们俩走过去 一起找 我一个人有点不好意思的 我一个人有点不好意思的 我记得五年前 我刚离婚的时候 你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啊 我记得五年前 没想到现在 我有小轩 还有 我年前 我也会一致所有 但我的想法更有任务 我相信 只要为我安心 坚持 我想要的 一定会让我来 结果先生无法让你来 五年前 哎 五年前 夏萱哪一年对的 2009年 11月8号 下午三点十五分 2009年11月8号 那天是我转役回东安的路子 而且 我在火车站确实看见一帮人 抢孩子 我还追了半天呢 不会是小萱吧 哪有那么巧啊 也是 应该不会 但也可能不会 其实冥冥之中 我们有多少次擦肩而过 并不值得 但是我相信 命运 终究会往命运的 接着呢 小花儿想着呢 可花瓣都被风吹散了 没事 再一朵大花儿去 这怎么还起风呢 那个 不是 那被风吹进去的 就在这一片 你傻呀 你不知道风会把花吹散的吗 我不想浪漫一点吗 我被人扶着你了 藏着戒指都被你藏没了 你怎么能砸我呢 万一里边要有戒指呢 那你把他砸回来 我被人扶着你了 藏着戒指都被你藏没了 藏着戒指都被你藏没了 你怎么能砸我呢 万一里边要有戒指呢 那你把他砸回来 一步 一个坎 但好在 我们依然相信爱情 所以 我们终究会 我再次 我再次 幸好 不 有点 我们 有点 所以 这